去圣地的障碍和五台山的加持力 作者福安古观音阁 五台山座位文书菩萨硬化的道场 是藏传、汉传、南传佛教信仰文书菩萨的人心中的圣地 当年虚云长老从普陀山三步一拜到五台山 耗时三年来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 后来亲自感应的文书菩萨化身文集来救他 而且梦献他母亲因为他朝拜的功德 往生到了西方 大家去翻开虚云年谱 就会看到这些故事 五台山是显秘共荣的道场 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都在五台山平分秋色 而且是个真正有修行人聚集的地方 凡是修行人聚集的地方 都是功德非常大的 佛经记载 一个修行人的功德可以让百游寻内莫有灾难 五台山又是凡圣同居的地方 当年虚云长老拜到了五台山 就看到了文书菩萨领著五万罗汉在讲说 之后的变才无碍 这就是五台山道场的加持力 五台山又叫做清凉世界 什么意思呢 就是得到智慧了 可以灭除贪欲 嗔恨 淫欲 就可以得到清凉 什么叫做业障 莫有智慧 就是业障 莫有智慧 就会被世间的重重法则困死 这就是业障 而文书菩萨的般若之剑 就是斩断这些业障的 文书菩萨作为欺佛之师 加持力不可思议 同时要去五台山 也是有很大的障碍的 因为功德太大了 我们的冤亲债主就会障碍我们 比如说吧 如果一个人 习惯了阴暗 突然给他阳光 他就觉得不自在 不舒服 就是这个意思 再比如说 我们看狗啊 猫的 这些畜生过得很苦 觉得鬼也过得很苦 但是鬼还觉得自己过得比较舒服 比较自在一样 叫他投胎做人他还不愿意 这就是区别 所以 去五台山 会有很多障碍 有的人想去了 突然间又觉得不去了 感觉待在家里舒服 有的人要去时 突然又有事情 然后一障碍 就不去了 这也是障碍之一啊 还有的人 抱住一种想法 等以后再去 可是谁能保证 以后一定能去吗 没有机缘 踏不上五台山这片土地 弥陀经说 极乐世界是上善人聚集的地方 五台山座位文书菩萨的道场 也是上善人聚集的地方 道场的加持力 是不可思议的 吉祥经说 应与智者交 勿尽于吃者 五台山座位智慧主 文书菩萨的道场 所以 我们将此形称之位 脱胎换骨 把业障身转化 为福德智慧身 之后 是 监督馨的道场 并直接 进一步 为福德智慧身 和